今年的課程其實蠻強調他的轉換 然後還有傳球的品質 還有第一角跟第二角球的一些處理球這樣 因為我們看U層級的比賽 覺得他們現在應該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也希望他們跟國際的一些球賽可以接軌 那張力也會比較好 有的選手是之前也有來參加過 那就會看到好像每次來都是會看到他的一些進步 那當然也希望我們這幾天的訓練還有這個營隊 可以當然繼續的讓更多的精英的選手來 然後來這邊學習的東西把它帶回去母隊 然後去感染給其他的隊員這樣 我最大的收穫是就是更清楚自己一角球的轉換 對就是控球的面向啊然後速度的改變 就很要求這裡很要求這個 這邊很要求速度吧就是做什麼都要快 就是朋友可以練到很多 例如說撞牆你速度你速度的改變 然後就是或是換組那種都幾乎都要慢跑 我覺得可以把訓練的那種品質效率可以帶回學校 對 很開心真的很開心就是因為又和不同 那個不同學校的然後不一樣性格的人 然後那種氣氛我覺得我覺得很舒服 他說盡量就是在練習的時候 把就是失誤沒關係 就是重新再來到比賽的時候失誤率才會降低 也很多很多啦像我之前就是在高一的時候 還不能練習的時候只要失誤就很容易就心態就崩了 所以這句話影響我蠻多的 然後我們可能基本動作沒有贏人家很多 但只要敢做不怕失敗重新再來 就是應該是要帶回去大家都可以洗手等 在我們學校其實是很少有這種專項的手面教練來教我們一些技巧 所以是很期待來這邊受一些專業的訓練 像畢竟教練也是之前也是國家隊的手面 教練有給我一些我自己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 像是鋪球的時候手有時候跟得太慢 對像大概這些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回去要多多改善這樣子 第一天來的時候教練就是有讓我們分開練 那我們手面技巧就是有手門之一的練習動作 那我希望可以把這些帶回去 然後讓我們之後的學弟跟我自己可以愈來愈好 Fi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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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ro